中华佳节传奇魅力 跨越不同的地域 寻找浓浓的年味 探影央视猴年春晚 访问明星嘉宾揭秘幕后精彩 八小时不间断直播 网络全程欢乐互动 看节目摇红包 一起讨个好彩头 传奇中国节全球大拜年 祝愿全球的华人青春快乐 万事如意 猴眼祥瑞幸福安康 欢乐祥和过大年 尽在春节中文国际频道 除夕敬请锁定中文国际频道 由金伯利钻石全程独家冠名播出的 传奇中国节春节除夕特别节目 敬请期待 传奇中国节极祥中国年 海内外的观众朋友们 大家过年好 祝您猴年大吉 月光女神要事而来 这里是由金伯利钻石 全程独家冠名播出的中央电视台 中文国际频道的传奇中国节春节的 除夕特别节目 欢迎您的收看 欢迎大家的收看 又是一年除夕时 此时此刻 无论您是已经和家人围坐在电视机前 还是正在赶往回家的路上 我们都衷心的希望 中文国际频道 传奇中国节春节特别节目 能够陪伴您度过一个最难忘的初夕 是的 从现在开始呢 我们将进行八个小时不间断的直播 我们将连线 湖南 贵州 安徽等多个国内的直播报道点 带您到不同的地方 领略独特的民俗 那么同时 我们也在英国 马来西亚 泰国等多个国家呢 设立了海外直播报道点 我们将和全世界的华人 共同度过一个春节 那么锁定CCTV4 锁定CCTV4的传奇中国节特别节目 我们和您一起过大年 最重要的是啊 我们还在我们的直播过程当中 在春晚的主会场 以及设立在呼伦贝尔 西安 广州 泉州的四个分会场 设立了直播点 届时呢 我们的记者会带您看一看春晚的幕后 采访春晚演员 关注春晚的最新进程 并为您随时揭秘春晚的精彩看点 那么到了晚上的20点 央视猴年春晚 将和我们的传奇中国节无缝连接 所以锁定CCTV4 看四套 看春晚 大家已经注意到了 这就是我们今天特别节目的主持阵容 那么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当中啊 我们五位呢 将会轮番上阵 陪您一起过大年 同时我们还会邀请到 富敌生一家 李进 小虫 方清平等明星嘉宾 做客演播室 和您一起华春节聊春晚 当然 看节目的同时呢 也不要忘了参与我们的网络互动 所以呢 金玻璃钻石也特别提示您 要扫描电视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那么您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 而且在此呢 也特别感谢金玻璃钻石 为我们准备的新年好运 您现在就可以拿起手机 在手机百度客户端上 语音搜索传奇中国节 赢取福袋 同时呢 您也可以通过我们央视网的传奇中国节的专区 还有Facebook CCTV的公众号 YouTube CCTV的中文国际频道等方式 收看和参与传奇中国节 春节特别节目 最后您还可以来关注我们CCTV4的微信公众号 和我们四套的主播呢 一起跳起金猴招财舞 就可以迎娶大奖 不要错过 在我们节目的这个新媒体板块当中呢 新媒体播报员张树阳 会在新媒体连连看的这个环节呢 为大家带来最时尚的网络年味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请张树阳为我们做一个介绍 好的 鲁健 观众朋友大家好啊 在这给您拜年了 猴年大吉啊 现在呢我特别想这个借用 在网络互动空间中 一位网友的祝福送给大家 他说猴年到了 我愿送您攀陶 赠您先丹 封您为玉侯大仙 再赐您一双金睛火眼 我们祝福您鸿福齐天 等待您美名千古传 那像这样的猴年祝福呢 在我们的互动空间中呢 现在已经是热闹的传递开了 在今天的直播里边呢 我们的互动空间 一共会打开四次 那和去年一样呢 我也是会出现在不同的场景中 带大家来领略在互联网世界里边 过年的这种喜庆和热闹 依据着这四个不同的场景呢 我们分为四个主题 分别是春运回家路上 还有呢 红红火火过大年 还有晒晒咱家的年夜饭 最后还有春晚我来了 那如果您对其中的任何一个主题 很感兴趣呢 可以随时登陆我们的互动平台 如果因为今年因为工作原因 不能够回家 过年身在异乡 也可以通过我们的互动平台 被远在远方的家人 送去祝福和问候 当然了 今年还有重头戏 就是每年闭火的这个主持人真人秀 今年我们国际频道的主持人们 将要挑战什么项目呢 据说今年在网络上特别流行一首 这个被称为最萌的洗脑曲 叫金猴招财 那么这一次呢 我们中文国际的频道的主持人们 是不仅要学唱这首歌 还要连唱带跳 不仅要自己跳 还要找着搭档一起跳 那么究竟是哪几位主持人 要来挑战金猴招财舞呢 我们都会在接下来的互动空间中 一一为大家揭晓 所以我们还是把好戏留在后面 等待着互动空间正式开始吧 我们也待会再见了 小孩小孩你别馋 过了那班就数年 二十三小年夜糖瓜斋 二十四贴符字 二十五扫大陈土磨豆腐 二十六天心一有辣肉 二十七有风机 二十八把面发盘又摆压 二十九最连天门口 锅里蒸馒头 大家摆手岁 古今又一年 喜赤家岁钱 家家庆春节 快快乐乐乐过新年 过新年 全球的华人华侨朋友们 大家过年好 我是陈思思 全球的华人朋友们 大家好 我们是九夜起庆 哈喽大家好 我是关小头 我是Yves 我是马天宇 大家好 我是扎西顿珠 Jet Voice 祝大家在新的一年里 猴年大吉 万事如意 祝大家新年快乐 猴年吉祥 祝海内外的观众朋友们 新年快乐 工作顺利 祝大家在新的一年 大吉大利 平平安安 祝大家新春快乐 给大家拜年了 祝全球的华人朋友们 新春快乐 万事如意 每天都开开心心 工作顺顺利利 棒棒的 记得呀 看春晚看四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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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内外的观众朋友们 大家春节好 我现在所在的地方呢 是全国最大的 瑶族自治县湖南江华 那大家看啊 我身上的这身衣服 它就是瑶族姑娘们的 节日盛装了 那同时我脚下的这片土地 有一个非常非常浪漫的名字 叫做香草原 那么一会儿呢 在我们的直播节目当中 我会和瑶族姑娘们 一起共自疗愈 同时为大家乘上 瑶族的特色美食 十八尿 我们说 长鼓舞的天地洞 潭王大哥唱新春 火热的瑶族年味 尽在湖南 香草原 北京演播室的主持人们 海内外的观众朋友们 大家过年好 我是主持黄端端 我现在是在 海外城三亚市 今天在这里为您介绍 海南过年的事况 一会儿在这里啊 将会举办一场 十分大的妙会 非常热闹 和单纯奇怪的 还要为您介绍 海南所有的 第一秒组包 过年的场景 期待吧 一会儿见 我现在是在 浙江同乡的 乌站带您领略 这座千年水乡 拱站的独特年俗 武师静香 纪年神 水上集市 好热闹 提灯走桥 其平安 合家欢聚 新年到 大家好 我在四川九寨高风景区 给您拜年了 冬日九寨 虽然说景色不是最美的 却是另有一番味道 长海的阴霜素果 五彩石的浪漫新型水草 诺曼朗腹部神奇的蓝冰 珍珠滩的瀑布与冰湾 构成了冬季九寨沟的 独特风光 在接来的时段 我将深入到 这里神秘的藏族村寨 带您感受当地 白马藏族人 独特的年味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 就是贵州省 安顺市的天龙藤谱 那么据当地人说 走进这个地方 就能够穿越为600年前 所以在今天 这个猴年的春节 我们走进这个特别的小村庄 就是要来追寻一下 600年前的当地人 过年的那种感觉 我现在是在黄梅戏的故乡 安徽安庆 和当地群众一起 唱着黄梅戏 迎接新年 所以看春晚看四套 那么看年味呢 也要看四套 那在我们节目当中呢 接下来我们就一一地 跟随记者呢 去感受一下 不同的直播点的 这个地方的 这个非常浓郁的年味 下面我们要去的 这个地方呢 可能你们几位女主国 特别感兴趣 因为这里还保留着一个 很独特的风俗 就是倒插门 那女生都非常喜欢 因为在我的家乡天津 大年初二是回娘家的日子 如果都是倒插门的话 就没有初二这一说了 据说接下来 我们要去的这个地方呢 也是这样 大年初一 这个男方一定要到 女方家过年的 那这个环节 王州不在 简直他会太遗憾 因为他私下里 跟我念叨过 他从小就想倒插门 那得省好多事呢 那可以好好看看 没错 现在很多年轻的小夫妻 不用再争执 这个春节到谁家 就过年了 在湖南江华的 这个香草园 所属的高山瑶族呢 至今还保持着 这个母系氏族的一封 就是我们说 这个倒插门 那接下来 我们就让前方的主播 董丽萍 来给我们详细地介绍一下 那里独特的年俗 丽萍 我们先看一段舞蹈吧 好的 唱起歌 跳起舞欢欢喜喜过大年 观众朋友们春节好 我是董丽萍 今天在这里呢 我将和湖南卫视的主持人 孙蒲一起 在这个素有神州瑶都之称的 湖南江华瑶族支持县 和您一起来过大年 那我现在所在的这个村落啊 它有一个非常好听的名字 叫香草园 据说呢 是因为它盛产一种 带香味的小草而得名的 那我们第一天到这来的时候呢 天气还是有一些阴雨啊 但是第二天 天就放晴了 每天早上起来 推开门一看 你想啊 蓝的天 金色的山林 然后是白色的这个西水花 配上青带色的石板鹿 可以说颜值超高啊 而且我拍的每一张 照片这里的每一个角落 都呈现出了这样的一种 古朴自然的美 绝对是刷爆朋友圈的节奏 我们说 姚家人是非常的好客的 每到过年过节 有山外的朋友 来到姚家的时候呢 他们都会用各种方式来欢迎你 比如说 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 长谷舞就是 另外他们还会给你 呈上一种姚家的特色美食 那回到我们今天说的 这个主题上来啊 他们现在做的这个美食 其实就是其中一种 就是姚家的果子 我们去看一下 其实姚家果子的做法呢 很简单 它是用这个糯米 冲成泥 然后搓成条 然后呢 捏成各种各样的 模拟动物的形状 放到油锅里面 一炸捞出就可以了 那我们现在看到 这里有一位老乡 正在这个刚刚出锅的 姚家果子上来刷上一种 它刚刚从山里采集来的 冬天的野生蜂蜜 这个蜂蜜也是晶莹剔透 很诱人啊 老乡村姐好 村姐好 我看到你正在刷这个蜂蜜啊 看上去很垂涎欲滴 我也想尝一口 姚的不咯 可以 结果不过在我们大山里头 在姚家有一个规矩 第一锅果子 还得跟我那个宝贝女儿吃 不过你们是客人 请品尝 我明白了 这第一锅出锅的果子 要给宝贝女儿吃 除了尊贵的客人之外 是吧 因为呢 在我们姚家还保留着一种 母系社会的遗风 有很多地方 还是女娶男嫁的呢 但是老乡 我也是女儿嫁嘛 我也想尝一尝 姚的不咯 好的 好 那我就吃一口 蘸点蜜吧 特别的心甜 用现在时尚的话来讲 就是非常猴在雷啊 老乡 那刚刚您说到您的女儿 怎么没有看见她呢 在厨房忙啊 正在厨房忙 对 请你们一起过大年 谢谢谢谢 好情郎的姑娘 那我们就去厨房 看一看她吧 来 大过年的观众朋友们 看到这白白胖胖的小白兔 是不是觉得特别喜庆啊 这可是一道菜 至于说 它是怎么做的呢 我先要问一下 我们旁边的油敏啊 我们老油的女儿 这个 它原本是一个什么东西啊 原本是一个鸡蛋 把鸡蛋切开 对吧 中间的把黄挖出去 再塞上这个马蹄馅 就是我们的这样一道菜了 对吧 鸡蛋一样 嗯 它为什么会叫这个名字呢 为什么会做出这样的一个菜 把鸡蛋黄拿出去 多可惜啊 因为我爸血脂糕 不能吃蛋黄 我在城里 看见有人做这个 就学着回来 做给老爸吃 哎 真孝顺 给老爸吃的 防止老爸的血脂糕 那在姚家呢 过年是一定要吃上一桌 十八酿的 现在就有一桌 色香味俱全的十八酿 大家看 已经进了蒸笼了 用不了多久 啊 香喷喷的就会出现在我们的面前 至于说这个十八酿 到底是怎么酿成的呢 我们通过一个短片 一起来了解一下 为了准备开年 这第一桌热气腾腾的十八酿 姚寨里家家户户 都用尽了心思 很多食材要准备很久 这盘大蒜酿 三个月前就种下了 大山里真正纯自然的食材 需要超长耐心的等待 三个月前种下的大蒜 到了除夕 长到一尺高 正好达到做酿菜的要求 这个大蒜 要清 要打豆菜好酿 筋太长了 这根子太长了 切不出 要熏一下 大蒜需要山泉清洗 冬天水冷刺骨 男人心疼女人 这是丈夫赵成云的火 因为有细小的沙粒 夹在蒜皮中 需要反反复复清洗五次 这是新年的第一桌开年宴 赵金凤对食材要求极高 他根据大蒜的吃水量和老嫩差别 要亲自把关长短 丈夫一刀子落下去 切去兜八和须根 只留蒜兜以上长于两寸第一节 赵金凤用牙签在蒜梗中央每隔两毫米顺直滑下去 直到一圈滑好以后 上下用手轻轻一压 晦起灯笼形形成空漏 这里面塞的那个线是最少的 好细心好细心才能够酿得好 这就是这个大蒜是最难酿的 肉泥剁碎加上葱花拌上调料 就可以填入蒜梗了 这道工序决定今天大蒜酿的成败 肉泥要厚薄均匀 用力要恰到好处 否则就会散包成为肉末蒜苗 而不是大蒜酿 开年第一桌酿 油债人一定要用熟猪油 有了它大蒜的植入芳田 和肉馅的鲜美 瞬间被勾勒出来 而这香气恰恰需要酿这道工艺 把它锁在食物中间 酿精盒它特别香包起里面 不包里面呢 你在外面煮它就香味就飘过去了 姚家十八酿 每一酿都蕴藏着对食材的敬畏 对美味的巧思 对生活的热盘 三 二 一 走 十八酿原来是这样酿成的 那现在还在等什么呢 我们就上菜咯 孙普 就像刚才片子里说的那样 我觉得这个十八酿体现了姚家人 对生活的一种美好的憧憬 比如说这个鸡蛋酿洁白如玉 就象征了生活幸福如意 还有红彤彤的辣椒酿 自然就是生活红红火火了 还有竹笋酿自然就是寓意着节节高升 对不对啊 你真的是说出了姚家人的心声 难怪我们都穿上了姚服 今天我们都是姚家人对不对 对 我们一起到前面看一下吧 其实这个十八酿这些年还是发生了很多变化的 就拿十八酿来说十八酿当中的鸡蛋酿来说 这之前可是没有的 因为过去姚家人也非常的好客 客人们来了当然希望每道菜里面都能有肉对不对 对 所以呢他们没有办法没有肉怎么办 就只能用素菜包裹着肉馅 这样呢就成了一道荤菜了 也是用心良苦 没错 那现在呢我们看这个鸡蛋酿啊 它是用荤包着素 这一方面呢说明我们的生活越来越好了 另一方面也说明大家的生活理念变了 越来越注重健康了 没错 而且我看这个十八酿这一桌啊 十八可能是一个虚数 可能可以酿的食材会更多 我特别想尝一口 是不是不能吃啊 你吃哪个呀呀 不能吃不能吃 在我们姚家有一个习俗你知道吧 我知道 就是第一桌菜一定是要献给盘王的 所以接下来就让我们把盘王大哥唱起来 不是可以的啊 但现在已经想到处理了 什叶柑 就是冬孙的 这个生命感 我们的祝福 就是冬孙的 冬孙的 祝福 观众朋友们 其实盘王大哥唱上三天三夜也唱不完 因为他是姚家人的河马史诗 那里面呢 记载了盘王出世的传说 同时还有姚家人迁移的历史 他既寄托着丰收的喜悦 又有劳作的艰辛 同时还寄托着姚家人 对幸福生活的美好向往 好的观众朋友们 我们这一时段的直播连线 到这儿就暂时告一段落 那下一时段呢 我将和姚家的姑娘一起 带您去领略神奇的姚玉 所以请您锁定中央电视台 中文国际频道 下面我们把时间交还给演播室 朋友们我们一会儿见 好的丽萍 我觉得真的特别羡慕 这个高山瑶州的生活 尤其丽萍穿着这个 特别漂亮的瑶州的服装的 感觉非常融入到这个场景当中 我们女生看了以后 这个片子觉得心里很温暖 女娶男嫁 是我们期望的 这样的一个美好的境界 不知道你看过什么感觉 我觉得尊重女性是必要的 不过男女平等也很重要 鲁建这个时候还是找回去了 其实我们更希望 鲁建一直在那儿 像这个耀家大哥一样在做着饭 然后我们站在旁边看 坐好了之后我们站在旁边吃 所以真的什么都别说了 看完这一桌的宴席 我们只有一个想法 饿了 不过这儿 跟我们的想法不太一样 一开始我以为女娶男嫁 这女的也应该在家 做个甩手掌柜 没想到咱姚家的这个大姑娘小媳妇 还得在这个前堂 后厨忙或者不容易 里里外外一把手 勤劳的女子早当家 刚才我们看到的是 这个高山瑶族的这样的一个年味 那接下来我们到海外去看一看 因为在马来西亚 有很多华人大家也知道 那么马来西亚春节 也是法定的这个假日 那那里的这个年味怎么样 我们马上来连线 正在马来西亚吉隆坡的 本台记者朱雪松 雪松你好 鲁建你好 各位好 那么在马来西亚的这个年味怎么样 现在过年的气氛如何 给我们介绍一下 好的 各位 那其实呢 向观众朋友来介绍 马来西亚是怎么样来过年的 我个人呢 是非常有自信的 为什么这么说呢 我们大家都知道 马来西亚是依托着 四分之一的华裔人口 以及对于中华文化的良好传承 那其实呢 在马来西亚过年 感受到的年味 丝毫不比在中国国内差 我现在呢 就是在马来西亚吉隆坡市的 唐人街 磁场街 大家可以看到 今天虽然是过年前的最后一天 但是前来磁场街购物 以及采购年货的民众呢 还是络绎不绝 可以说和往日相比呢 并没有减少 还有远处传来的 这个舞龙舞狮的表演呢 一切的一切 都是在为这个节日 来增添气氛 还有我周围的 像这些具有中国特色 中国元素的红色灯笼呢 一切的一切都寓意着 这是一个非常传统 非常正宗 非常地道的农历新年 那其实呢 在近些年啊 随着中华文化 以及中华文化的推广 还有春节文化推广 还有各个族裔之间的融合 在马来西亚当地过年呢 已经不再是 当地华人的专利 那其实呢 现在马来西亚当地的 其他族裔的民众 像马来裔的民众 还有印度裔的民众呢 他们也都非常地喜欢过年 那刚刚在我准备直播的时候啊 我就注意到 我旁边呢 有一位非常认真的 在挑选自己年货的 这个马来裔的朋友 那接下来呢 我就请他来刘布 来跟大家打声招呼 可以说嗨 to the audiences Hello Gongsi Fai Chai And Happy Chinese New Year to all So today you come here for Yeah I came here to buy some Chinese biscuit Traditional biscuit OK 那他说呢 他向大家打招呼 然后呢 今天呢 主要是来此场街 买一些大家 非常喜欢的这个年货 我们看到啊 主要还是以这个糕饼为主 是马来西亚当地的 这个糕饼为主的 So why you buy so many No this is not for me This is for family and friends They all love it It's very delicious So is it traditional flavor or something Yeah traditional flavor It's traditional flavor OK thank you 那他刚刚跟我说呢 这个糕饼啊 是马来西亚当地的风味 也是非常传统的 他不是给他自己买 而是给家人买 他们都非常喜欢 这个马来西亚当地风味的 这个糕饼 那其实说到 这个马来西亚传统的糕饼呢 他们一直是在 这个年夜饭的这个餐桌上 占有着非常重要地位的 大家可以看到 我旁边的这个糕饼摊 经过一上午的这个销售 所剩下的商品呢 已经所剩无几了 这个糕饼呢 大部分都会装在 这种透明的盒子里 然后加上红色的盖子 象征着吉祥如意 那其实呢 在众多的糕饼品种当中呢 我想要给大家介绍 一种特别特殊的 那就是马来西亚当地 特有的这个年糕 这个年糕 大家可以看到啊 现在它是一个圆柱体 从外表上看 是一个圆柱体 有团团圆圆的 这样的一个意味 在买回家里去之后呢 当地的民众还会像这样 把它按照由大到小的 顺序挪得很高 那么也有年年高升的 这样的一个意味 那刚刚老板娘 也跟我介绍说啊 这个年糕 它是由糯米粉 以及白糖混合之后 包裹了香蕉叶 然后再放进 特殊的模具里 蒸制而成的 那至于这个 马来西亚当地特产的年糕 味道怎么样 接下来我就替大家来尝一下 吃到嘴里呢 还是那种非常筋道 非常弹牙的这种口感 但是和中国 我们常吃的年糕相比呢 有一个很大的不同 因为它外面是包裹了香蕉叶 因此它多了几分热带植物 所特有的那种清香 那好了 吃过了年糕 又买过了年货 那现在的时间呢 是差不多来到了北京时间 大概下午1点钟左右的时候了 那这个时候呢 也通常是回到家里 和家人一起煮年夜饭 一起合家团聚的 这样的一个时刻了 那在结束了这场直播之后呢 我也会接受当地民众的邀请 和他们一起共庆新春佳节 那在这里呢 雪松要向各位主持人 向国内的同事和亲朋好友 向海内外的华人朋友 提前道一声 新春快乐 万事如意 恭喜万财 那我在马来西亚 吉隆坡慈场街这边的情况呢 大概就是这么多 接下来把时间交还给北京 各位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您继续收看 由金玻璃钻石 全程独家冠名播出的 中央电视台 中文国际频道的 传奇中国节春节的特别节目 那我们这个节目呢 从北京时间的12点30分呢 要一直持续到 北京时间的20点 和春节联欢晚会 全程无缝对接 也希望您锁定四套 看春晚看四套 我希望您现在正在电视机前 和家人一起吃着午饭 看着我们的节目啊 我们现在开始聊聊中国的这个过年年俗吧 其实呢在我的记忆当中 过了腊八就应该算是年 我小的时候记得过了腊八以后 家人就已经开始为春节做准备了 比如说我的家乡 大年24 25就要开始 湖窗户 扫房 中国各地的这个过节的这个习俗啊 应该也是非常的丰富 各有不同 接下来我们就通过一个短片 了解一下中国各地的年俗 中国人过年 从进入腊月开始就拉开了序幕 每年的腊月初八 河南浦阳一带的人们 都要敲响腊鼓 迎接春天的到来 人们通过敲腊鼓 祭天 祭地 祭神灵 希望新的一年风调雨顺 五谷风登 敲雪鼓大喜乐 你给大家祝愿 我们下年有个后方的学生 常言道过了腊八就是年 腊月里人们开始忙着置办年货 对于天津的百姓来说 这年货里一定不能少了年货 相传年货起源于门神 在汉代 人们把两位神将 申疏和玉蕾的像 刻在桃木板上 用来驱除恶魔 保佑平安 在天津 杨柳青年货 更是蕴含了福寿安康 吉祥如意的美好祝愿 特别是刚出嫁的新媳妇 头一年回娘家一定要戴上一张连年有余 寓意来年会天丁天口 因为是个儿童的 是一个期盼的年花 我的家庭里头需要一个小男孩 就是男孩 是个女孩就女孩 从什么来去分 从头部的小辫来分 头部上戴小辫这个 就是代表是个男孩 我希望男孩 他叫男孩 这个砸着这儿 而且带着花 这几个女孩 女孩的象征 这份年花寓意很深 在寒冷的北方 人们过春节 大多用春联年花来装点 而在气候相对温和的南方 人们则是用鲜花来布置 过年前 广州人一定要到花街 去看花买花 把绿色的春天迎回家 说过雷雷的金菊 是很多人的首选 因为在越语中 金菊与吉利谐音 代表着大吉大利 金菊除了就是过年 来观赏之外 就是增加一个节热的气氛 第二到元夏之后 我们就会将橘子摘下来 做腌制品 还可以化坛止壳 就有这样一个作用 要想买到物美价廉的年货 最好的地方就是大吉 青岛的里村吉 素有中国第一吉的美誉 在从东向西 足足五公里长的吉市上 各种年货应有尽有 这是一年最高兴的时候 也是最盼盼的时候 因为过年可以穿新衣服 可以吃好东西 可以有好玩的东西 就是特别是孩子们 一年最盼的时刻 在冰天雪地的东北 腊月里最忙活的事 就是杀年猪了 谁家能请到一位 能干有经验的刀爸 代表来年养猪会很顺利 一头上百斤的猪 普通家庭一个正月也吃不完 因此东北人特别乐于分享 邀请亲朋好友 到家里来吃杀猪菜 爽口的酸菜配上新鲜的五花肉 蹲出了一道东北名菜 酸菜串白肉 人们围坐在一起 尽情享用 尽管屋外是寒礼自古 但大家的内心却十分温宜 人们等待着冰雪消融 盼望着下一个春天的到来 真的是忙在腊月 确实是这个一过腊八就是年 尤其今年我怎么觉得 好像这个前脚赶着后脚 没到这个大年三十 怎么就除夕了 因为没有三十三十 就过年了 对吧 今天是29 对 农历29 但今天就是除夕 所以我们会感觉 这个节奏比较快 每一天都是在过年 我觉得其实过年的记忆 大家也都是一样 你俩先说什么 什么记忆啊 我觉得对于我的家乡 天津的这个过年记忆 有点少女情节 因为在我小的时候 过节的时候 女生是要带花的 小朋友 红花吗 什么 各种颜色的花都有 这是铜花 是小朋友 小姑娘 阿姨 奶奶 婆婆 都要带花 而且 男的不带 没有你想带人 但是你知道那记忆当中的 那种带的那个花 好漂亮 是圈花 老人家带的是用那种 天鹅绒的丝绒 做的红色的花 真的是五颜六色 尤其是自己做 而且老人做的 大年初一 当一出门的时候 女孩不光是穿新衣 只要头上一带花 证明这个年真的来了 这不就是人家的 那是红头色 原来应该是带花的 因为没钱 所以才买了红头色 不管怎么样 无论是带花也好 穿新衣服也好 都是为了这个年 增加更多的味道 其实我的家乡 在东北 在吉林 刚刚看那个短片 那个介绍短片 我就特别有感觉 什么杀猪菜 一家人围坐在一起 一起吃饭等等 就是我小的时候 可能这个过年的记忆 有很多 我们大概对于年的记忆 都停留在自己的童年 因为这个年 对于小孩子来说 是特别重要的 孩子最开心 有新衣服穿 有压岁钱 有鞭炮可以放 而且还可以走亲戚 这个亲朋好友的长辈 还会给你很多红包 这太开心了 就被父母过手了 最重要的是 就是在我的家乡 可能在过节的时候 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 保留群目 那就是纽大羊梗 多热闹 东北大羊梗 踩着高桥 而且富庶的一些人家 就是比如说 这个家里儿孙漫堂 亲戚比较多 那么一家人都聚在一起 可以请秧歌队 到自己家来扭秧歌 就这个是比较特别的 不知道现在在东北 还有没有 这么一说年俗 我想家了 今年不能回兰州过年了 很想那儿的外公外婆 但是要说到 我们西北人过年 还是离不开着吃和热闹 你看像普通的花卷 我们在过年的时候 蒸出来的花卷 然后涂上红曲 姜黄 颜色特别好看 抓一把大板瓜子 吃这八宝的三炮台 那叫一个香 到了初五到正月十五 鲁剑的那个问题 就可以解答了 真有男士同上带花的 因为我们要跑社会 男士带什么样的花呢 这个我真考虑 就在社会队伍里 那娇艳的小红花 就上了头了 还要涂涂脸袋是吧 一定是圆圆的红红的 鲁剑领带那个颜色的 小罐一穿 风浦雨神 象征着风调雨顺 特别适合鲁剑 还有这春关 特别的热闹 但是我觉得 看来咱们都是北方人 不过我觉得 要年味最浓的 还是我们内蒙古 因为就一个字喝 是一直喝了 所以刚才看了这个 高山瑶祖 少数民族地区过年 我觉得特别有了同胆 因为我们内蒙古 少数民族地区 其实真的过年过节的时候 离不开一个酒 所以我小时候 我们上中学的时候 过年过节的时候 就经常去同学家 走到谁家 就开始喝到谁家 你的酒量就是 有可能就醉到谁家 我觉得那个记忆 真的印象特别深 但是不是说建议 电视机前的小朋友们喝酒 好马的汉子喝一喝也算了 但是因为我们内蒙真的 从高中的时候 好像就离不开 酒了 听出来了 那刚才我们说起来 都是北方过节 也特别地想看一看 节目当中我们能够看到 很多南方的不同的年俗 也听一听我们的记者报道的时候 来看看南方不同的年味 好 请您锁定中文国际频道 继续收看我们的 传奇中国节春节的直播 我们下期待会儿的准备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